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日说法春节特别节目 说法与您零距离 新年说听法 说法进社区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早营北里社区的一个社区服务中心 我们今天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 今年将会颁布实施的一部新法律侵权责任法 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在这里和麦子店社区的居民们一起来讨论 这部法律将会在哪些方面给我们生活带来哪些变化 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 欢迎 北京有一位张女士最近天天在抱怨说她的权利被侵犯了 她的权利是怎么被侵犯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前不久 一则女子串门停车 站到一晚遭人肉搜索的消息 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 因为车位紧张 预防员北路被附近小区居民当成夜间停车场 当晚周小姐串门时 找不到车位就顺势把车停在了一排车的后面 而这恰恰是路的正中央 第二天 因为走得晚 周小姐的车堵在了路中间 导致交通瘫患 近百路车无法通行 左边停一排 右边停一排 然后中间 它等于中间又停了两排 就等于把路全都占了 那当然生气了 你要开车它被堵了也很生气 愤怒的人们立即在网上发帖 追查肇事者 通过车牌 网友搜出了车主周小姐的姓名 电话 住址等信息 将它公布在三环新城的夜主路团里 要求大家曝光无量车主将人肉进行到底 甚至有人跟帖号召大家 排好班次拨打骚扰电话 直到将周小姐的电话打报为止 我就问问现场的咱们的社区的居民们 凡是觉得周小姐被侵权了的居民 请举起手中的小老虎 向我示意一下 超过半数 我看大概有70%的人觉得周小姐的权力被侵犯了 那我问一下这位大姐 您也觉得她被侵权了是吗 对 那我反过来问一下 如果您要是车被堵住的车主 您什么心情 当然心情不太好了 着急什么的 上班 可是用这种方法我觉得也不太好 用这种方法不太好 那您能想到什么办法 能想到嘴找木业 好谢谢 有没有人同意 我们在网上发帖 把这个不道德的车主找到 这样的做法 来 举手里的小老虎示意我一下 您同意 好 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我觉得那个周小姐的车 如果是停在划定的车位上 她没责任 她如果是停在其他的地方 影响了大家 车型 她影响了别人 不是别人影响她 是她影响了别人 她侵犯了别人的权利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我问问 杨老师 如果在这个侵权责任法 颁布之后 像周小姐 遇到的这种情况 您觉得 刚才我问的第一个问题 她的权利 是不是被侵犯了 这个 这个肯定是 她的权利受侵犯了 能不能具体 给我们解释一下 来 请您到这了 侵权责任法的这个 第二条 是 她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那么这一条当中 她首先说 侵害民私权 应当依照本法 承担侵权责任 那么要是在网上 进行人肉搜索呢 那么就有一个 首先侵害的是一个 一个隐私权的问题 隐私权受到侵害了 你把人家的那些 隐私的信息什么的 把它侵害了 那就是侵害的这个隐私权 那你看那个 里头还有 那个铁上 还有那个什么 奶奶的什么什么的 厨生什么 刚才那个 那位也说了 辱骂性的语言 这是侵害的 名誉权 还有一点呢 他把那个 排除了那个 每个人的 值班的时间表 哪个时间 谁打电话 骚扰他 哪个时间 这个太过分了 那么这些呢 我们说有一个 权利这里头 没写的 就是那个 生活安宁权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这样的生活安宁权 那么这样一个生活安宁权 你天天骚扰人家 人家能过得好吗 那怎么没有写到 这个法条里呢 等啊 在等人里边呢 对呀 这一个字 等一百多的字 不止一百 好 谢谢袁老师 谢谢 袁老师给我们解释了 周小姐 周女士 的确是 他的权益被侵犯了 那接下来 他应该怎么办 大家给他出示主意 楼上的 很多观众都没发言 这个网络可能跟年轻人 更相关 哎呦 有一个举手的 我是觉得第一点 应该是先制止 对像周小姐这样的人的一些攻击 另外一点 我可以建议他们 可以按照法律的程序 我可以进行我的诉讼 嗯 好 谢谢你 谢谢 嗯 现在大家觉得周小姐应该请律师去打官司 啊 起诉那些人的 举手 来 看看这小老虎 我有多少只 嗯 哎呦 这还挺多的 您为什么不支持呢 因为这个 他伤了很多人的心 人家在这方面采取这个措施有点过激 但是说因为理解当时一百多人造成这些损失 应该是呢 自个儿啊 嗯 引以为见 好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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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虎 大伙都出了这么多主意了 您觉得大家的意见怎么样 嗯 我觉得都有道理 但是呃 这个案件呢 我想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 嗯 呃 第一个刚才大家讲到呃 就是这些被挡住车的这些业主 他也被侵权了 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侵权法上的一个问题 就这些被挡住 呃 上班迟到或者造成其他延误 这种损失在侵权法上能不能得到赔偿 就刚才杨老师我们俩私下交流的 这可能是纯粹经济损失的问题 那么能不能赔偿 现在至少现在来看还是比较谨慎 第二个就是这位周女士的权利 用当说她的权利 构成了侵权责任法上的被侵权了 那么她能不能请求损害赔偿 就是可可能要根据她受损害的程度 包括哪些损失 这些都要具体考量 那么精神损害能不能赔偿 啊 这个也是我们有现在这个侵权责任法已经解决的问题 好谢谢 我已经曾经代理过很多有名的侵权案的律师 张正 我特别同意刚才法官的这个说法 作为律师呢 我特别想提醒大家 这种小诉讼的成本 时间成本 金钱成本 精力成本 我想在这呢 就不展开讲了 我说另外一个具体实例 我的一个客户 有一天早晨打电话给我 他这个别墅小区 张正 我门口四辆车 昨天他们在这玩太晚了 我怎么办 我出不去 我砸了这车吧 我说你没必要 你现在找物业取个证 然后叫个拖车 把他拖走 让他承担拖车费 就完了 好 律师到底是见多识广啊 还能出这样的主意 我们刚才没有想到啊 那我们来听听周小姐 她准备怎么办啊 我们请导播来帮我们连线一下 周小姐 周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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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金钱说法的主持人陆一鸣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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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时有没有想到过要去起诉 我想到过 我没有办法 我真的有点苦恼 怎么没有办法呢 因为我找不到那个人 我们现场刚好有这个法学教授 有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 还有律师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他们吗 我想问一下 如果说 那么有没有什么法律 潮文啊 对于这些 在网上对我们进行伤害的人 我们要寻找 就是维护我们的权用 我们找谁是找网站 还是找发起人 谁将对我们这个事情负责 问问这个 网络公司的负责人 你好 我是这个网站的论坛管理员 周女士这个事呢 其实是在万年花城和三败金城 就是这两个小区 发生这个事件的小区里边 当时12月25 26那两天呢 讨论的非常非常的热烈 但是我们在第一时间 我们能够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就都会马上的及时的做出处理 你就觉得侵权责任法 如果实施了之后 网络 这个论坛 网站 它的风险 侵权的风险会更大 对 可能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从我们的互联网企业来说呢 我们首先是要从自己做到规范 然后 在这部分的用 用比较严谨的制度 和那个这种规范 来约束我们自己的行为 问杨老师吧 这个问题其实专门有一个条文 你就看一看 那个侵权责任法的36条 规定了三个条款 第一个条款就是 网络用户和网站 他要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 他们要自己承担侵权责任 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那个 网络用户呢 他利用网络实施侵权行为 就是网友这种 那么他呢 就通知网站呢 要去采取删除 屏蔽 断开链接等等这样的 方法 那么他要 及时做了删除以后啊 他就不承担责任了 那然后呢 他要是没有及时 采取这种必要措施呢 他就应该和网络用户 承担连带责任 那么如果说 周女士你要想要告 那个那些网络的人呢 网络用户的侵权人呢 现在大概36条 第一款可以用 就告这个网络用户 但是有 但他找不到人 问题是 问题就是在这样 就是你找不到 那你就要想办法 怎么能通过什么办法 找到他们这些人是谁 他们不跟你发短信吗 短信就有手机嘛 手机就有手机那个号啊 那么这样呢 他就可以用这一个来 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好 谢谢 别的小区里出现了这种事 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哎呦 有一个举手的 我认为他现在周小姐是应该是 先去把这个网页进行公正 保存证据 然后是第二步呢 我想是会给网站的负责人 打电话告知这种情况 那如果说他没有屏蔽 或说没有删除 那我想会把侵权人和网站作为共同被告 来进一步保护我的权利 我只想说一下啊 我们这位这个居民啊 讲这个公正 公正这样一个网页要一千块 你自个儿还闹不明白 你再请一个律师帮你写公正申请书 所以我的感受是 就这点事儿 比如像那个小姑娘说的 如果真是人手搜索 然后你发表一个 你告诉他 我那天确实就是睡晚了 我对不住大家 请你们停止 我想 百分之九十的人会停下 我支持我的经历 好 谢谢 非常有意思啊 我发现这个张峰律师出的主意呢 都跟这个打官司没有关系 都是从这个解决 怎么最有效的 最成本最低的解决问题入手 我们的启怀律师 这个刚才张峰律师啊 和其他的一些这个业主书的女人 我基本上都赞成 金权责任法出台之后 是不是适用以后 官的会多 我觉得只会少 大家学了这部法 他首先知道的是 什么东西 我不能这么做 我应该怎么做 其次 但是有了被侵权的行为 那我这部法了 我就可以知道 怎么去更加正确的去解决问题 好 谢谢 其实说到这个人肉搜索的时候 人们的情绪 这个感觉 是非常复杂的 你比如说 我可以举出很多 有关人肉搜索的 著名的例子啊 看 大家认识这个人吧 抽天价烟的南京 原来一个区的防管局的局长 周九哥 就是因为被人们发现了 被网友们发现了 他抽的是天价烟 后来在网上被公布了 大家一搜索 哦 原来他是江宁区的 原来防管局的局长 大家一查 他怎么能抽这么贵的烟呢 然后技术部门就介入了 司法部门也介入了 后来 说他是谁呢 一查 是一个交引大队的副队长 现在这位副队长 正在接受进一步的照常 大家觉得这个搜索 人肉搜索结果怎么样 好 同样的问题 你们觉得周九更和这位交警大队的副队长的权益 有没有被侵犯 有一位大姐说 您来 侵犯了 侵犯了 什么权益 他的人身权利 也是属于是 我说我是一个普通的人 我就觉得他也侵犯了 就差几次权也被曝光了 对 好 谢谢 谢谢 这两件事 这周九更 还有这个交警大队的 这个队长 副队长 算是侵犯行为吗 在侵犯责任法里怎么规定的 问杨老师吧 这个是这样 我们要说单纯从一个侵犯权利的一个这种情况来说 你说不侵犯权利吗 人家是个私人 你去拍人家的东西 行吗 给公布了 不可以 但是他有两个正当理由 这两个正当理由是什么 第一个是公共利益目的 说你那个局长抽的添加烟 你赚那么多钱吗 你能赚一个月的工资 你能抽几盒这种烟呢 对他有怀疑 那么这时候就有公共利益的目的了 那所以在当一个行为损害了一个人的权利的时候 他要有公共利益的目的在里面的时候 他就不是侵犯行为 第二点 刚才说监督的这两个人都是官员 那么官员呢 他就有一个身份就叫公众人物 那么公众人物你要 对于公众人物 对他的那个隐私权保护是有限度的 就是说你公众人物的隐私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保护的 那么这两个理由加到一起 一个公共利益目的 他们是官员 那么他的行为又涉嫌到违法 所以这个暴露是完全正当的 完全没有侵权的问题 好 江法官您觉得呢 我同意杨老师的观点 关于国家工作人员 以及其他类似的公职人员 那么他的隐私权的保护程度 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 侵权责任法有一个基本的功能 就是要在保护权益和 给当事人的行为自由之间保持一个平衡 就是既不能过分限制一般人的行为自由 又要保护受害人的民事权益 好 谢谢 杨老师和江法官都给我们解释了 什么样的权益会被保护 什么样的搜索的行为 也会被支持 所以我们要更多的了解这部法律 以便让它更好的为我们每一个人服务 明天我们会就这部法律的新规定和新亮点继续探讨 观众朋友们 我们明天见 感谢观众朋友们